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 我想要帶大家做的運動呢 是針對馬甲線 特表設計也穿插了一些 比較能夠提高心率 然後可以帶動染指的動作 那整個運動過程中呢 我希望你可以持續的 push 自己 好好的努力加油 想著啊 我的脂肪要燒掉了 我的馬甲線要出現了 那今天的一些動作呢 其實比較沒有那麼適合孕婦 第一個就是因為強度可能會 突然間的提高心率 這些動作呢 是比較會針對 腹植肌在做訓練 那懷孕的時候不要去過度的 鍛鍊腹植肌跟腹血肌 這樣的話會很容易造成 腹植肌分離的情況 建議可以直接做我頻道中的 其他一些孕婦友善的運動就可以了喔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 運動跟練影片的話呢 我這邊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我在12月11號到12月23號 這兩週的期間 我特別邀請了國內外不同的老師 包含熱舞啊 瑜伽啊 皮拉提斯等等 會連續安排很多堂不同的 免費運動課程 然後呢這些課程的安排也是 經過科學化的設計 想要讓大家呢很有趣很開心的 邊玩邊運動 就可以在兩週後看到身體 體態不同的變化 不管你是有看著影片跟著我一起運動的朋友 還是有上過我的實體課 或線上課程的朋友 都非常歡迎大家來免費參加 這兩週的體驗活動 那我們就到時候見囉 那你準備好了嗎 我們即將開始今天的 馬甲線核心染指運動 我們即將開始囉 好 我們第一個動作是開合跳 那我們在做開合跳的時候呢 記住一定要先背部打直核心收緊 然後我們雙腳往外跳出的時候呢 我的膝蓋跟腳尖要成同一個方向 膝蓋不要內夾喔 然後呢我們把手往上做開合動作的時候 肩膀不要聳肩 想像你的雙臂呢有點像翅膀一樣 從背部帶動手臂的連動 然後去做一個開合的動作 跳的過程中呢保持呼吸 核心收緊 記得骨盆底肌也就是憋尿的感覺的那塊肌肉呢 也要把它努力的收好喔 不然有些產後媽媽可能跳一跳會有下墜感 好 我們剩15秒鐘了保持呼吸 背部打直 膝蓋不要內夾 用臀部的力量跳 好 我們休息30秒鐘 好 第一個動作開合跳呢 能夠比較快的提高我們的心率 因為今天的課表設計呢是比較染指的效果 所以呢 過程中如果你覺得太累太喘呢 可以先Push自己一下 告訴自己一定可以的加油 那如果真的太喘太暈的話呢 可以放慢動作 但是不要放棄喔 好 下一個動作是 站姿捲腹 我們要做60秒鐘 站姿捲腹首先起始動作 雙腳跟骨盆差不多寬 手放在耳朵的兩側 我們的右手的手肘 然後彎下腰來觸碰我們左腳的膝蓋 那這個動作呢 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呢 請注意喔 我們的身體彎的時候呢 我們是被動的去彎腰 主動的去收縮我們的腹肌 你想像躺在地上做捲腹的感覺 把肚子捲起來 往前捲 去帶動上半身跟下半身的接觸 保持呼吸 核心收好 背部打直喔 動作放慢一點沒有關係 去感受你的腹部捲腹的收縮的感覺 扭轉腹部加油 5秒鐘 好 休息30秒鐘 好 我們下一個動作是下犬式跟登山走 那這個動作呢 可以結合一些腹部的訓練 然後加上一些伸展 好 我們做下犬式的起始動作呢 可以先從棒式開始 確保你的肩膀在手腕的正上方 然後呢 我們做一個下犬式 將背部往後推平 好 然後呢 再往前變回棒式 然後去做登山走的動作 那我們在做登山走的時候呢 我們的膝蓋往斜前方推緊一樣 把腳往前推的時候是靠捲腹的力量 腹部收縮力量往前捲過去 可以抓出自己的節奏 然後 保持呼吸 核心收緊 我很喜歡做這個動作來 啟動我們的上半身 肩胛骨附近的活動度 推回棒式的時候呢 記得我們不要聳肩喔 好 休息30秒鐘 喝口水喘口氣 我們即將接著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動作呢 是踢臀跑 因為我們剛剛的動作呢 比較緩和一點 下一個動作幫你安排的是 可以持續維持心率的踢臀跑 起始動作呢 雙腳跟骨盆同寬 盡量可以踢高一點 這樣你的腳呢 可以踢得到臀部最好 然後我們的上半身保持穩定 核心收好 然後記得骨盆底肌也是往上抬起來的喔 憋尿提鋼縮鋼的那塊肌肉的感覺 背部打直 背部出力 保持呼吸 找到自己呼吸的節奏 不要憋氣喔 做踢臀跑的時候 可能會感覺時間過比較慢 因為這個動作呢 可以快速的提高心率 所以很快你可能會覺得很累很喘 但是加油 我們只剩下15秒鐘囉 加油加油 好心收好 往上踢高一點 好 我們稍作休息 好 我們下一個動作呢 是爬蟲式 好 爬蟲式呢 可以建立我們的核心的穩定 起始動作是站姿 然後往前慢慢的爬 爬到棒式的動作 然後呢 往回的時候呢 再用深蹲的動作呢 起身 那大家注意 我們在往前爬的時候 整個核心是保持穩定的 大家可以看畫面中 我的背部呢 始終是保持打直的喔 我的腰幾乎是沒有彎曲的 我的彎曲的關節只有髖關節 站起身的時候呢 我們的膝蓋跟腳尖成同一個方向 保持呼吸 動作放慢沒有關係 做得越慢 越能感覺到你全身的 核心的穩定 背部打直 夾臀起身 好 休息30秒鐘 喝口水喘口氣 好 休息30秒鐘 喝口水喘口氣 好 下一個動作呢 是波比跳 不過呢 不用擔心 波比跳雖然很累 但是今天我的波比跳有幫大家做一些調整 好 我們先從棒式開始 背部打直 手腕呢 在肩膀正下方 起身的時候呢 夾臀的力量往上跳起來 好 注意呢 全程背部都是打直的 穩住你的核心 我們寧可做得慢 但要做得很扎實 背部打直以後再起身喔 往後蹬出的時候呢 也是鑽住你的核心有沒有收緊 然後呢 我們趴地的時候 記得也不要聳肩喔 整個從我們的肩膀 到我們的背部 我們的胸 還有我們的腰 我們的下背 到我們的臀 全部都是有出力的 好 背部打直只剩10秒鐘 保持呼吸 加油 好 我們休息30秒鐘 我剛剛動作雖然都做得有點慢 但是呢 如果做得扎實的話 全身的肌肉都會用到 也會感覺有點喘 心跳有點快 很正常 所以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側棒式 我的瑜伽墊上都是貓毛 所以我一直在拍 好 我們3秒後即將開始 我們先程側邊的棒式 手肘呢 在我們的肩膀正下方 確保我們的膝蓋跟我們的腰到我們的肩膀 都是在同一個平面上 做一個收縮我們側腰的動作 有點類似點地的動作 去感覺側腰的收縮 保持呼吸 記得我們撐地的那一手的肩胛骨呢 不要放掉喔 肩胛骨附近的肌肉也是要出力的 把身體往上推起來 不要鬆掉 加油 好 剩下10秒鐘 動作可以放慢 專注感受你腹部側腹肌的收縮 好 完成我們休息30秒鐘 稍微休息一下 調整你的呼吸的節奏 我們快要完成第一輪囉 好 我們可以先換邊 成起始動作 確保我們的手腕呢 在肩膀的正下方 然後呢 我們的肩膀到胸到腰 要到我們的寬以及我們的膝蓋 都是成同一個平面 沉起來 確保身體一直線 收縮我們的腹痕肌以及腹斜肌 去做個點地的動作 不用真的點到地面 去感受我們側腹肌的收縮就可以了 保持呼吸動作放慢 扎實地做好每一下 加油 剩下30秒鐘 記得我們撐地的那一隻手的肩胛骨附近的肌肉呢 也是有出力的喔 用肩膀背部的力量把身體撐起來 不要整個鬆掉喔 我們的骨盆底肌也是啟動的狀態 加油 只剩下7秒鐘 恭喜你完成第一輪 我們呢 要回到第一個動作做第二輪 我們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喝口水喘口氣 好 我們回到第一個動作 開合跳 核心收緊 背部打直 雙腳與骨盆同寬 跳躍的時候呢 我們的膝蓋跟腳尖 成同一個方向的做開合 然後呢 我們在擺動手臂的時候呢 不是只有手臂在動喔 感覺是我們的肩胛骨附近的肌肉 背部的肌肉在帶動整個手臂的動作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動作 我的手肘啊 彎曲的角度是沒有變的 翅膀的擺動的感覺 我們在跳的時候 記得骨盆底肌一定要收緊 這樣呢 你就可以用到 臀部的力量做跳躍 就不會讓你的小腿變壯變粗喔 所以呢 這個跳躍其實不應該是 很吃力的讓你的小腿酸 或是讓你的腰腹酸 時間到 我們休息30秒鐘 好 這個第一個動作會很暖身也會很喘 所以呢 趕快深呼吸 調節你的呼吸的節奏 好 下一個動作是站姿捲腹 我們起始動作呢 是 雙腳站立跟骨盆一樣寬 注意喔 我們是用捲腹的力量 被動的讓我們的腰彎曲 而不是靠著彎腰的力量去做捲腹的動作 去感受你的腹部的收縮 就像躺在地上做仰臥起座做捲腹一樣的感覺 往前捲起 然後去做觸碰 保持呼吸 30秒 加油加油 動作放慢沒有關係 可以扎實地做好每個動作 感覺我們的側腹肌跟腹直肌都有個收縮的感覺 好 我們再休息30秒鐘 好 我們再休息30秒鐘 好 我們再休息30秒鐘 好 我們下一個動作呢 是下犬式加上登山走 所以如果你剛剛很喘的話呢 可以趁這個動作呢 來調整呼吸 我們先從棒式開始確保呢 我們的手腕在肩膀正下方 然後背部往後推平做個下犬式 再來呢 在做登山走的時候呢 做個捲腹 把我們的膝蓋往斜前方推進 保持呼吸 下犬式 推你的背 推平 登山走 捲腹 抓到自己呼吸的節奏 感受身體呢 不同肌群的流動 好 剩下25秒 加油 保持呼吸 保持呼吸 3 2 1 好 休息30秒鐘 好 下一個動作呢 是踢臀跑 起始動作一樣 雙腳的站姿與骨盆通寬 好 下一個動作 核心收緊背部打直 記得我們要做跳躍睡 特別注意你的骨盆底肌 就是憋尿提肛的內塊肌肉喔 很深層的核心 用我們的全力呢 把我們的雙腳往屁股推 看能不能夠 踢到你的臀部 然後上半身要穩住核心 背部打直抬頭挺胸 保持呼吸 不要憋氣喔 加油 只剩30秒鐘 骨盆底肌要收好喔 臀部要出力 這個動作會覺得時間過得比較慢 很正常 持續的Push自己 你就是你自己的教練 加油 動作做確實 核心收緊不要放掉 踢臀 踢臀 踢高一點 好 休息30秒鐘 好 趕快調節一下你的呼吸 現在應該會特別的喘 因為我們前面的動作呢 比較緩和一點 所以我搭配了一個 比較能夠快速提高心率的動作 來確保我們這30分鐘的運動 都是有將心率維持在一定的高度 才能夠有效的達到染指的效果 我們即將開始下一個動作是爬蟲式 一樣其實動作呢 我們往前爬到棒式的姿態 爬回來 確定背部打直以後 啟動的臀肌 夾臀起伸 夾臀起伸的時候 背部也都是打直的喔 我很建議大家如果在家裡運動的話呢 可以在鏡子前面運動 觀察自己的動作 從中可以學習跟自己的身體連結 是很重要的 我在往後爬的時候呢 我沒有過度的去彎我的腰 彎曲髋關節 然後起身 夾臀背部打直 核心收緊 保持呼吸 好 完成 我們休息30秒鐘 好 我們下一個動作呢 是波比跳 但是是調整式的波比跳 所以沒有那麼辛苦 但是呢 坐扎實的話 也能夠感覺到身體的喘度 成磅式 手腕呢 在我們肩膀正下方 往後蹬出的時候呢 確定我們的核心是收緊的 起伸的時候呢 先確保你的上半身背部打直 之後我們再用臀肌的力量 讓上半身推起來 像深蹲起伸的動作一樣 那記得你全程的膝蓋呢 都是和腳尖成同一個方向 才能夠有效的 啟動臀部的肌群 保持呼吸 背部打直 核心收緊 夾臀 起伸 如果你的體力允許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跳的 就是做一個夾臀 往上跳起來的動作 但如果呢 你有點太喘 或是沒有力量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不要放棄 把動作放慢 像我一樣做個起伸即可 加油加油 最後一下 好 休息30秒鐘 大家喝口水喘口氣 我們很快呢 就要完成了第二輪 加油 只剩兩個動作 我們先在地面上 做個側棒式 手肘呢 在肩膀的正下方 肩膀胸部 骨盆 還有膝蓋在同一個平面 背部肩胛骨出力 把身體撐起來 做個腰 往地板點動作 不用真的點到地板 但是呢 可以專心的去感覺 你的側腹肌的收縮 保持呼吸 加油 動作放慢 感覺全身的核心都是收緊的喔 背部大直 還有我們的肩胛骨附近的肌肉呢 不要鬆掉喔 不要整個塌下來 出力把我們的身體往上撐起來 完成 我們休息三十秒鐘 下一個動作 做完我們就要完成第二輪 準備起始動作 手肘 在我們的肩膀正下方 確保呢 我們的身體是 成同一個平面起身 背部出力 撐起上半身 腰部做收縮 做點地的動作 保持呼吸 動作放慢 屁股有點微崩 穩住全身 包含骨盆底肌 保持呼吸 手肘 加油 加油 剩下五秒鐘 好 恭喜你完成了第二輪 稍微休息一下 喝口水喘口氣 我們即將進行第三輪 好 下一個動作回到我們第一個動作 開合跳 站姿 雙腳與骨盆通寬 合心收緊 背部打直 骨盆底肌往上抬起來 好 我們擺動我們的雙臂的時候呢 是用我們的背部的力量去做一個展翅的感覺 注意膝蓋跟腳尖成同一個方向 這樣可以有效的啟動臀肌 用臀部的力量往上跳 保持呼吸 合心收緊喔 如果核心沒有收緊的話 你可能會感覺身體好像被拆開的感覺 鬆掉的感覺 但是當我們全身的肌肉都繃緊 核心收好的話呢 就會感覺跳起來是比較穩的感覺 這是我們最後一輪囉 現在應該感覺非常喘 加油加油 只剩下十秒鐘囉 加油 保持呼吸 背部打直 骨盆底肌不要鬆掉 好 休息三十秒鐘 喝口水喘口氣 我們最後一輪了 你一定可以的 我們現在稍微調整一下你的呼吸 如果感覺到很喘很累沒有關係 等一下的動作呢 都可以稍微放慢一點沒有關係 但是呢希望你不要放棄喔 今天的運動呢 是比較多染指的動作 所以很喘是很正常的 加油 站姿捲腹 我們先成站姿 捲腹的力量 將我們的右手軸去往左膝蓋帶起來 不是主動的去彎你的腰 而是捲腹被動的彎腰 往前折起來的感覺 好 那我們呢 因為我的右手去碰的是我的左邊的膝蓋 所以呢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會感覺我的腹斜肌是有收縮的感覺 我現在就是剛剛突然背部很癢抓了一下 好 保持呼吸 捲腹 捲腹 好 休息30秒喔 好 下一個動作呢是下犬式跟登山走 如果你很喘的話我們可以靠這個動作來稍微調整一下呼吸喔 好 我們先成棒式 雙手在我們的肩膀正下方 臀部繃緊 然後背部打直 然後呢 做個登山走 然後背部往後推 做個下犬式 好 稍微放鬆一下你的大腿啊 背部 做登山走的時候呢 一樣是用捲腹的感覺把膝蓋往前推 背部往後推感覺肩胛骨的活動 好 往前推做捲腹 做下犬式的時候呢 也會感覺到大腿後側跟臀部的伸展 保持呼吸 我們快完成囉 好 休息30秒鐘 好 下一個動作呢是踢臀跑 好 下一個動作呢是踢臀跑 做踢臀跑的時候一樣我們的雙腳的站住 骨盆呢是跟骨盆一樣寬 背部打直 核心收緊 盡可能的呢往後踢 踢到 你看 我有踢到我的臀部 好 如果呢你現在很喘的話呢 我們可以小碎部的踢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放棄喔 不要整個人停下來喔 加油加油 保持呼吸 核心收緊 然後呢我們的骨盆底肌是往上提起來的 深層核心都是被啟動的 抬頭挺胸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輪囉 加油加油 即將完成今天的運動囉 努力踢高一點就是我們最後一輪了 加油Push自己一下 10秒鐘 好 休息30秒鐘 現在應該很喘 趕快喝口水喘口氣 我們調整一下我們的呼吸 好 下一個動作是爬蟲式 好 我們即將開始 我們往前爬的時候呢 記得膝蓋彎曲的時候 始終跟腳尖成同一個方向 往前爬的時候 背部都是打直的狀態 腰呢 盡量不要彎曲 我們盡量是彎曲我們的髖關節 然後往前爬的時候 爬到我們的肩膀 在我們的手腕的正上方的位置 核心收緊 保持呼吸 好 我們的背部的力量 也是要有出力的喔 起身的時候夾臀 用臀部的力量起身 20秒鐘加油 休息30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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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個動作是波比跳 是調整形的波比跳 所以如果你覺得很喘很累的話呢 我們這個動作可以不用跳的 但是我还希望你可以努力的push自己哦 最后一轮了加油 好其实动作呢我们先往后蹲出 变成一个棒式的动作 往前跨起 深蹲跳起身 抬头挺胸 背部打直 膝盖跟脚尖成同一个方向 夹臀起来 可以的话用跳的 不行的话呢 用起身的没有关系 做扎实比做的快 还有用力还要有效哦 加油 加油 剩下10秒钟 好背部打直起身 背部是出力的 核心腹部都是出力的 好休息30秒钟 好休息30秒钟 好五秒后开始下一个动作 我们起始动作呢是先侧躺在地面上 我们的手肘呢 撑在我们的肩膀的正下方 肩膀到腰部骨盆跟膝盖都是成一个直线 好去收缩我们的侧腹肌 加油 保持呼吸 注意你的肩脚骨附近的肌群 有没有松掉呢 在25秒 动作放慢 感觉侧腹肌腹肌的收缩 还有深层骨盆底肌 也就是憋尿的那块肌肉 加油 剩下8秒钟 保持呼吸 休息30秒钟 我们只剩下最后一分钟 就要完成今天的运动了 咖咪来了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的瑜伽垫上面才会有这么多猫猫 我很喜欢在休息的时候把猫叫来 感觉很疗愈 让咖咪陪着大家一起休息 好起始动作 手肘称在我们的肩膀的正下方 膝盖 骨盆 跟我们的胸和我们的手肘是成同一个平面 核心收紧 骨盆底肌也往上提 臀部也收紧 保持呼吸 做个感觉腰点地的动作 但是不用真的点到地面上 感觉侧腰啊 腹部的收缩 加油加油 动作放慢 把身体撑起来 现在感觉很累了 但是呢 还是要专心 三二一 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运动 现在应该觉得很喘 然后呢 心率可能会有点高 所以呢 我们来做一点伸展动作 一个伸展动作是猫牛式 把我们的头往上抬起来 然后呢 臀部翘起来 去感觉我们的腹肌的拉长 保持深呼吸 推起来 拱背 做个猫柿 我有把嘎咪叫我来了 叫他来 陪我做伸展动作 推起来 感觉背部 肌肉的拉长 再来往头抬起来 感觉腹肌的拉长 好我们下一个动作呢 来伸展我们的大腿前侧 我们刚做了一些蹲啊 跳的动作 所以感觉大腿肌肉应该会有点酸胀 我们呢 可以扶着墙面或是椅子 桌子都可以 稳住我们的身体 然后呢 让我们的脚去触碰到我们的屁股 感觉我们的大腿前侧 肌肉的拉长 保持呼吸 好换另外一脚 去拉长我们的大腿前侧的肌肉 好我们接下来呢 来伸展我们的大腿后侧的肌肉 我们的双脚呢 占据宽一点 然后呢 让我们的上半身往下 弯腰 然后呢 让手去触碰地面 或是像我一样 可以环绕我们的手臂 然后稍微左右移动 去感觉我们的大腿后侧 还有大腿内侧的肌肉的拉长 保持呼吸 大家可以呢 自己去感觉你哪边比较紧绷 我们就可以特别去 放松拉长哪一边的肌肉的伸展 恭喜你完成了今天所有的运动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运动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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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